各位学生和家长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 Ivo Hall Girls Grabber 这间学校呢是成立于1903年 然后呢它位于墨尔本的离市中心 大概不到20公里左右的一个路段 那么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我们在不远处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火车站 所以呢孩子不管去City啊 还是去其他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Zoom呢都比较方便 那么学校拥有一百多年的 教育女孩子和管理女孩子的经验 所以呢大部分的学生呢 基本都可以考到 他们比较理想的大学 你想住在包吻或者Q呢 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路程呢大概呢是六七公里 差不多车程在十到十五分钟左右 学校呢提供非常完善的体育设施 包括游泳馆啊体育馆啊 也有艺术中心视觉中心 那么活动也很多 女孩子可以参加辩论赛啊 或者演讲啊或者戏剧啊 等等来发展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 那么活动比赛也很多 像篮球比赛 曲棍球足球 橄榄球田径 这些都为女孩子呢 专门开设 包括英式橄榄球等等 那么学校有海外学生呢 很多 那么每十四到十五个呢 就会配有一个专门的老师呢 来安排他们的生活 帮助他们衔接 对所以呢 孩子们刚来墨尔本之后呢 会感觉到呢 比较舒适 比较好融入 除此以外呢 在十一十二年级会有专门的一位老师呢 来负责咨询孩子的职业规划 和大学的这个课程选择 方向选择 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间学校从孩子来就会设有EL的课程 EL呢 它是专门给第二语言为英语的孩子 所准备的一个过渡 那么他非常用心 在这个EL的部分呢 让孩子们感觉到呢 顺利衔接语言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难度 对 所以还是非常温和 也是很让人觉得很平易近人的一间学校 那么学校申请AS呢 也要求很合理 也基本在50分左右 所以呢 不管是国际生还是移民家庭 都可以把这间学校 作为快速入学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希望大家能在2022 2023年申请好运